4. 夏季合同夏季和他一般用作训练营邀请球员,直到常规在节目日,合同都不会记录球的薪金,球员要拿到合同薪水,就必须努力让自己留在节目站名单里。 4. 如果球员是一位上赛季效力过球队的老兵,则夏季合同必须是一年底薪,其他类型的球员则无年限和年薪限制,理论上可以是四年顶薪,但是夏季合同通常都是Exhibit有合同,带有附加限制,冻结期结束后的常规在请一天都能签订夏季合同,为了避免夏季合同进入球队薪金, 4. 球员必须在常规赛第一天前度过48小时澄清期,常规在开始前,夏季球员合同得不到任何薪酬,合同薪金也无法得到保障或保险, 4. 但是球员可得到每日紧贴、住宿、拆绿费以及夏季连发和训练期间的商场保险,由于夏季合同在赛季节目之前不算进球队薪金,因此没有薪金空间或可逆的球队也可写夏季合同,如果必要球员留队,可拖到赛季开始再来考虑薪金空间问题。 夏季合同并不一定是Exhibit9合同,一年无保障血练营合同,但如果球员受伤,Exhibit9合同可将球队的责任最小化。 如果Exhibit9合同球员在节目战之前效力球队期间因公受伤,球队只需在裁员时支付6000美元补偿,而正常的合同则必须保障受伤球员的薪金,直至球员准备好重新上场或赛季,结束,二者取更早时间。 Exhibit9合同必须是一年底薪,无任何奖金。 2013-14赛季,Mollick Wenz赛季前才受伤,由于快船和他的夏季合同不是Exhibit9,快船无法在节目战之前裁掉它,一直拖到赛季中期的1月份Wenz痊愈,才将其裁掉。 而且当时快船还要支付奢侈税,损失不小,球队在签订Exhibit9合同前,阵容里必须至少94名球员,不包括夏季合同。 球队不能同时拥有6名Exhibit9合同球员,一名夏季合同球员,在赛季开日前的交易价值为例,类似选秀权,送出球队无法得到交易特利。 接手球队也不用匹配薪金,或使用薪金空间或交易特利,但要留下该球员,接手球队必须在常规才开始前有足够的薪金空间或特利。 49,合同投保联盟每年要给150多名球员的合同投保,如果因为伤病球员无法上场,将有保险公司为合同满单。 根据球员当前赛季薪水或合同剩余,至少两年总金额,球队每个赛季至少要为5名身价最贵的球员投保,每支球队至少要为5名球员投保。 其中,按当前赛季至少两年和剩余赛季总金额身价最昂贵的球员各两人,球队还可为其他球员的合同投保,包括剩余合同不足两年的球员。 37岁或以上的球员不在投保范围内,除非由城堡人体、地、切和球队达成一致,如果投保球员无法出场,有一个41场的等待期。 等待期过后保险公司将支付投保薪水的80%,投保的薪水可包括当前赛季的薪水和地盐酬水。 任何在常规赛开始前能拿到的签约奖金和激励奖金,最大投保薪水是2818万7500美元,或者每场常规赛27.5万美元,任何球员的最长保险期为6个赛季等待期后451场比赛。 等待期可以跨赛季,如果球员尝试付出,但人无法打球,41场等待期继续计算,只要是因为同一伤病无法出场,城堡人有权每个赛季对14名球员聚保,因为神秘最多可聚保6人。 2008-09赛季,洛尔更就因为被伤识,他和公牛签,下个7100万合同遭到聚保,聚保名单每年都在变动。 上一赛季被聚保的球员,下赛季可能就被弄名单,一旦球员投保,单前合同结束前,不得被聚保,如果球员被交易,新东洋就是受益人。 比如2008年,尼克斯交易得到场地罗莫布里,体检时发现莫布里有现在问题,但尼克斯仍然完成了这笔交易,得到保险理赔的也是他们。 50,激励奖金合同可带有三种激励奖金,球员表现,体能条件和额外奖励。 后两种一般算入球员和球队薪水,表现奖金自分为,可能得到和不大可能得到。 只有可能得到的奖金,才会算入球员和球队薪水,区分二者的一,就是球员上赛季的数据。 比如球员上赛季场军期次助攻,如果表现奖金的条件是场军期助,那就是为可能得到的奖金。 如果是八次助攻,则是为不大可能得到的奖金。 比如卡佩拉与火箭的许约合同为五年八千万保障,一千万是奖金。 每个赛季奖金为二百万,火箭进入西局一百万,防守篮板率达到百分之三十有五十万,罚球命中率超过百分之六十五有五十万。 其中火箭进入西局和防守篮板率都属于可能得到的奖金,罚球则是不大可能得到的奖金。 卡佩拉上赛季罚球命中率百分之五十六。 防守篮板率百分之三十点七,因此有五十万不会算入百赛季火箭的球队薪金。 不过赛季末计算奢侈率时,会按照实际拿到的奖金计算。 如果联盟或球员工会认为前一赛季不能合理预测球员表现,那么可共同选出一位专家决定,是否推翻默认条件。 比如球员在前一赛季受伤并影响,数据初心波动,不大可能得到的奖金不得超过赛季薪水的百分之十五。 合同第一年的基础薪水,可能和不大可能得到的奖金必须控制在现金空间之下,或不超过指定特例的最大薪水。 同一赛季,球队签下的所有合同中,不大可能得到的奖金综合会影响球队的现金空间或特例。 比如球队有一千万现金空间,签下一名体薪五百万的球员,第一年不大可能得到的奖金为七十五万美元。 球队剩下的现金空间可,先一名五百万年薪的球员,但不得带有不大可能得到的奖金。 如果要设置奖金,则基础年薪必须减制四百二十五万,相当于剩余的五百万现金空间减制并一名球员的不大可能得到的奖金。 奖金条件必须基于球员或球队的正面表现,比如球员场均多少分,球队多少胜,或者联盟认可的官方荣誉。 所有的数据都必须基于官网统计,而联盟任何的荣誉包括MVP、FMVP最佳防守球员,第六人,最快进步,最佳阵容一,二三队,最佳防守阵容一,两队和入选全明星。 有些激励奖金比如基于球员在某个时间点仍然留队,或一定场次比赛不被允许。 所有的表现奖金将在每个赛季开始前重新评估是可能得到或不大可能得到的奖金。 球员被交易后,和球队表现相关的奖金也会重新调整。 2013-14赛季,卢克里德诺的合同中,有一条表现奖金,要求球队大进季后赛,赛季出李德诺为雄鹿效力,后者在前一年进入季后赛,因此这份奖金是多可能得到的奖金。 赛季中李德诺被送去黄蜂,而黄蜂上一赛季没有进入季后赛,这份奖金就被视作不大可能得到的奖金。 有趣的是,那个赛季雄鹿没有进季后赛,而黄蜂进了季后赛,李德诺也因此得到了这笔奖金。 虽然这份奖金从可能得到的奖金,变成了不大可能得到激励奖金的其他规则。 笔新合同不能包含任何奖金双项合同,不能包含奖金或激励奖金合同年薪涨跌,否同样适用于奖金。 如果带有奖金的合同提前试约,新合同也必须带有同样的奖金。 金额涨跌幅不得超过8%,51。 签约奖金球对允许向球员提供一笔签约奖金,最高可达包括签约奖金在内,但不算任何激励奖金,的总薪酬的15%,受限球员的邀请合同最高10%, 选项年,ETU赛季的薪金都算入总薪酬,签约奖金是预先支付。 在会按保障比例分配,到所有带保障薪金的赛季里,选项年和ETU赛季不分配。 比如威势中产特利器薪微900万,球队用次年5%涨幅前下一名球员,可同次年年薪分别是900万,945万,990万和1035万。 总金额3870万,这份合同最大签约奖金15%是580.5万,假设合同次年全额保障,且不带选项,如果加入签约奖金,这笔钱就会平均分配到4个赛季,进入球队薪金,为了将低一年的基础年薪加分配的签约奖金控制在900万,可同少年年薪就必须降低,签约奖金也将重新分配。 另外,提前续约的签约奖金不得在合同生小赛季的7月1日之前支付,签约奖金按照上面的规则分配到提前续约的赛季里。 但如果提前续约时,就对薪金低于工资吗?签约奖金可提前支付。 这种情况被施作重新谈判,签约奖金会分配给现有合同和提前续约合同的所有赛季中。 但签约赛季里,算上签约奖金,球队薪金必须低于工资吗? 为了符合900万的起薪规定,寿年基础年薪降到了7564894美元。 虽然球员在第一个赛季能拿到基础年薪加整比签约涨金574万,但合同后三年拿到的钱更少了。 因为寿年年薪更低,意味着每个赛季的赏薪亦更低,结果球员四年只拿到3827万,而不是此前的3870万。 签约奖金也跟着修订后合同为15%,降至574万。 中签合同不得包含签约奖金,除非同时完成提前续约,手轮新秀合同不得包含签约奖金。